毛天一的一天 从这元气满满的早餐开始 这是我保持身体续航的关键 吃福塔林是因为当天下午有比赛 缓解剧痛的 常年征战 毛天一的脚踝 膝盖 腰 肩膀 甚至手指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 最严重的是他的脚踝 他这个脚 因为左脚 左右脚 都是由骨刺 有碎骨在脚里面 韧带也都断了好几分 年顺眼脚它比较僵硬 它不定会出现什么状况 就像开盲盒一样 这就是老伤了嘛 这个伤可能伴随它不是一年两年 可能很多年了 所以说就是每天早上起床以后 这个脚就是按照它自己说 真正要开盲盒一样 不知道今天早上起来会不会疼 会疼到什么程度 今天联赛前打河北之前吧 犯了一次病 就基本上不能走道了吧 也不能落地的 基本上 31岁的毛天一 伤病是他最大的困扰 作为队力伤病最多的队员 他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压力 每天训练结束之后 晚上的治疗时间 他经常是最长的 基本上如果真的是今天比较累的话 基本上从7点半左右吧 那将到10点多11点多一点吧 差不多 一个地扎针就是20分钟 可能地儿比较多一点 在家座里聊的时间 可能就多一下 毛天一身高两米 是国内少有的高二船 不仅组织思路清晰 往前也颇具卑力 1993年出生 2010年入选国清 之后在亚清赛上 荣获最佳二船 助力中国队夺得亚军 之后多次入选国家队 2021年加盟天津队 说来天津可是他的福地 最早其实是13年过来的 13年在这打了次端端会 打了一个季军 然后觉得天津这个城市 真的挺好挺向往的 然后机缘巧合吧 17年在这拿次冠军之后 然后女朋友也是在天津排 然后后来变成自己老婆了 慢慢就包括部队转业 军改之后转业过来 直接就落到天津了 顺利成长 对 也是原来自己的小梦吧 其实比较不容易吧 原来他是在八一男排 我是在天津女排 所以说我们也是异地恋 异地了很长时间 我们到19年才领的证 从14年到19年 这个漫长的阶段 我们也是在训练的休息时间 比如说六日 然后我会跑北京 或者他后来来天津这样见面 所以说很不容易 我记得当时领证的时候 他也是很激动 然后也是山人泪下了 只要毛天一回主场比赛 王宁都会来给他加油助威 那天毛天一领衔 带领天津队三比一战胜禁旅山东 迎来了本赛季首个主场胜利 因为毛天一表现出色 还被评为本场最佳球员 这是我在天津队的第二个赛季 毛天一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他非常自信 在一起打球的过程中 他也把这份自信传递给了我 很开心 我们是队友 在一起打球的 我希望能够 我们是队友